一、宝宝要竖着宝,正常来说,宝宝应该是在三、四个月的时候才能竖着宝,但是在竖着宝宝的时候也要时间,另外在宝宝一、两个月的时候都是横着宝,这样宝宝也会比较舒服。 但是有些宝宝却不是这样,有些宝宝在月子里或者两个月的时候就闹着要竖着宝,虽然这种行为让多数宝妈挠头,但是却恰恰可以说明宝宝发育的比较快,而且发育的比较好。 但是当宝宝要竖着宝的时候,宝妈一定要注意不要伤着宝宝脊椎,要少竖抱宝宝,以免对宝宝造成伤害。 二、宝宝能吃,宝宝在发育过程中的食物就是吃奶了,一般来说,在宝妈母乳充足的情况下,宝宝吃了奶会睡觉,即使不睡觉也会充一段时间才会饿,但是如果宝宝频繁要吃奶,这也说明宝宝发育比较好。 因为这是宝宝身体快速发育的表现,宝宝身体缺少营养补充,所以才会这么渴望母乳。宝妈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担心,保证烧食多餐就好了,不会有什么伤害的,这种现象一般会在宝宝三个多月的时候就消失了。宝妈不要让宝宝错过发育的关键期。 三,宝宝头发好,有些宝宝出生后的头发特别好,不仅黑而且亮,密。 这也可以说明宝宝在妈妈肚子里发育的比较好,如果遇到这种现象,宝妈就高兴吧。 像别的宝宝出生后,头发一般都是黄黄的,而且特别稀,这样的宝宝不能说发育不好,但是肯定没有头发好的宝宝发育好。 但是宝妈也不要担心,在宝宝出生后,可以通过母乳来达到健康发育。 就像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位宝妈一样,宝宝在出生后,头发特别亮,而且黑。 这就是宝宝发育好的表现。 亲生宝宝有这几个表现,说明宝宝发育的好,说不定你家宝宝也有。 宝妈们,在宝宝出生后,宝妈可以通过宝宝的这些表现来判断宝宝发育的是否健康。 如果宝宝有的话,那说明宝发育的比较好。 如果没有这些表现,宝妈也可以通过健康有营养的母乳来达到让宝宝健康发育的效果。 总之,宝妈要保证给宝宝一个健康的发育环境,多关注宝宝的发育动态。 不要出心大意,最后祝愿宝宝健康发育,快乐成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